喂吧,我是阿亮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回家搞养殖了 养猪,养牛,养羊这些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三种,你觉得哪一种做起来最累了 其实我觉得是羊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没有养过羊 但是我每天看到我老乡养的羊 我就觉得,哇,这太累了 这要换作我,我肯定坚持不下去 真的 一开始我觉得羊肠百草应该不容易生病 对吧 结果发现好像也挺爱生病的 老乡因为生病都损失了好几只羊了 而且当时买羊的时候 想的是把羊训练好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自己回去 结果 结果就是三天两头都在找羊 所以你们看这边山 四面八方都是路啊 很广的 他们吃草的范围很广 就每天不是在找羊就找羊的路上 有小羊羊的时候 如果说要放羊的话 有小羊羊的时候 一定要把牡羊跟他们分开 不要这么小就跟着牡羊后面跑 一开始老乡不知道的时候 就经常把牡羊跟小羊一起放出去 结果牡羊回来 小羊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这样就好多了 把小羊关在这里 晚上的时候牡羊也会自己回来 这只羊现在都不敢放羊了 所以放出去就找不回来了 找了它一个星期 然后看见了也 它跑得很快的 就变成眼羊的那种 幸好是摸到了它晚上睡觉的地方 然后半夜的时候把它给抓回来了 这玩意还不算很好找 有时候躲在哪个树木下面 根本就找不到它 你从它身边经过你都不会发现它 感觉还不如养牛好一点 至少牛这么大个 它也不是特别爱乱跑 找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 妈妈 妈妈